一花一世界,一夜亦如来 因为钱可以挣,但是志气不能少 不管何时,都要有一颗奋斗的心 特别是男人,现在的社会 男人是扔了担子,远比女人的要重 一个男人如果不会挣钱,还没有志气 那就相当于一无所有了 不能给别人带来幸福,还怎么和你在一起 所以说,一个男人一定要有志气 要有责任感,毕竟将来是要承担起 一个家庭的重担,是需要照顾自己的家庭的 如果不懂得上进,以后也会越来越没出息 过来人的经验告诉你 一个男人如果有以下几个特征 就会越来越没出息,也会越来越穷 一,很要面子,赚钱不够狠心 严介和说,什么是脸面 我们干大事的,从来不要脸 脸皮可以撕下来,扔到地上 踹几脚,扬长而去,不屑一共 一个男人,欲成大事 就敢于撕破脸皮 为了利益而争 如果过分要面子 那么就会抹不开情面 容易错失良机和失去利益 阿卫是一个要面子的人 他在县城开了一家和饭店 因为和饭店在汽车站隔壁 因此很多来搭车的老乡都会到和饭店吃饭 碍于老乡的情面 阿卫总是不收老乡的钱 实在要收也只是收一半的钱 还有,他的一些亲戚朋友来吃饭的时候 他也是尽量少收钱 一个县城里客人只是那么多 如果遇到熟人都不收钱 或者收很少的钱 那么就赚不到钱 阿卫的和饭店开了两年 也没有赚到钱 后来,阿卫的妻子让阿卫出去打工 他自己亲自来管理和饭店 阿卫的妻子就是不要面子的人 他给所有的亲戚朋友打电话 宣传自己开了和饭店的事情 然后在收钱的时候 按照合理的价格收钱 熟人就适当让利 经过几个月的经营 和饭店赚了不少的钱 一个没出息的男人 求别人觉得太卑微了 要别人的钱也不好意思 结果得了面子 让我们等一等 我和刘军军就找了一家旅馆 隔了两个小时 我再次拿出电话 刘军军马上阻止了我 他说客户让我们等一等 我们就等他主动联系我们吧 直到第二天 客户都没有主动打电话过来 当我们再次联系上他的时候 他说 昨天你们又不来谈合作的事情 今天我去外地办事了 不知道哪天才回来 另外合作的事情就下次再谈吧 因为刘军军的犹豫不决 我也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 导致这次合作没有谈成 回到单位 被上司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一个男人 做事犹犹豫豫 总是下不了决心 那么就会措施良机 如果他的想法很多 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那么就会很烦恼 行动也会很缓慢 三 过分善良 常常被人算计 有的男人喜欢当老好人 别人安排的事情都会答应下来 而且努力做好 和别人说话也是掏心掏肺 希望别人能够理解自己的好意 在与人分配东西的时候 自己总是拿得最少 处处忍让 对别人太好 就是对自己残忍 结果利益被算尽了 自己也不懂得反抗和拒绝 在单位 老好人总是工作很多 天天忙得团团转 结果费力不讨好 做得多 错得也多 因为犯错太多 单位有升职加薪的机会 上司也不会考虑他 在亲戚朋友之中 他总是愿意帮助别人 就是自己很穷 还老老实实去帮助那些富裕的亲戚 结果被富裕的亲戚利用了一次就一次 比方说 富裕的亲戚请人做事 给别人的工资是一个月五千 但是请老实的亲戚做事 就只给三千 还以为自己格外开恩了 在与陌生人打交道的时候 他总是不敢顶撞别人 结果被人打了 骂了 都只是低头认错 甚至背黑锅 花冤往前 过分老实的男人 是没有出息的男人 是别人可以随意拿捏的软柿子 聪明的男人 懂得躲避伤害 在自己无法和别人抗衡的时候 就远离别人 在自己有一定实力的时候 就懂得拒绝别人 四 逃避现实 遇到困难 就大退堂苦 小耿今年29岁了 他从家里拿了十多万去创业 他投资办了一个特色水果店 一方面是销往本地 一方面是网络推销 刚刚开始的时候 生意还好 可是过了两个月 因为本地竞争压力很大 导致生意滑坡 他很快就把店铺关了 要父母再给他十万 去开酒楼 小耿对父母说 城里的水果店都是老品牌 有自己的客源 可是我的新店 什么客源都没有 我怎么活下去啊 我的资金也不多 没有高端的保鲜设备 这是我的弱点 水果店开不起来 也正常吧 他总是在强调客观因素 并没有主动去把握自己的事业 遇到一点困难 就打退堂鼓 就知道伸手向父母要钱 一个没有出息的男人 就是逃避现实 为自己的失败找借口 强调客观因素 有出息的男人会从自身找原因 并且坚持熬过困难期 5.被情所困 活得很悲伤 有的男人 因为爱上了一个女人 就心都飞走了 万一两个人分手了 他从此一蹶不振 他每天都生活在思念之中 无法自拔 与其说是知情不改 不如说自己没有用 男人就应该拿得起 放得下 如果被情所困 那么就工作没有精神 创业没有积极性 他的心中 有了爱情 就有了一切 不懂得从感情的向我里走出来 在社会上 很多男人 都是离婚之后 才真正创业的 因为他经过了婚姻的洗礼 捂透了爱情 摆脱了纠缠不清的爱情 当一个男人 学会了靠自己 一心一意创业 成功的概率就很高了 有时候 感情就是一条 无形的绳索 把一个男人捆住了 无法施展身手 也没有心情去做任何事 还有的男人 因为失败的爱情 导致精神失常 让人觉得很可怜 也很可笑 一个男人没有出息 原因是多方面的 每个人的具体情况 也不一样 作为男人 要相信 有智者事竟成 想要有作为 就要立志 还要持之以恒奋斗 说话做事 要干净利落 六 不懂得理财 乱花钱 有钱人 不会一辈子都有钱 有钱 要会花钱 不能乱花钱 就算你钱再多 如果乱花 早晚会有花丸的一天 所以 不会理财的男人 也会变得 越来越穷 有的人 手里有一大把钱 却不知道怎么花 不懂得来用钱 来挣钱 那些不懂得 安排自己消费的 随便花钱 不懂分寸的人 以后 会越来越穷 所以 不管我们是有钱 还是没钱 都要学会 花钱 不花冤枉钱 花该花的钱 不花钱 拿来挥霍 把钱 用到该用的地方 我们 就会变成 越来越富有 一个男人 一定要有志气 有奋斗的动力 不能太懒惰 庸庸碌碌的一辈子 也不会成就大事业 如果想让自己 过得更好 想给自己喜欢的人 幸福 那就要懂得 付出 懂得努力 以上 这几个特征 都是会让男人 变得越来越穷的特征 希望你没有 如果有 那么请你 一定要让自己改掉 这些 都是不好的特征 今天的分享 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喜欢福沃山频道 别忘记 点点订阅和转发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